黑色海神超跑自撞砸到鐵柱 車頭爆開凹陷 水箱破裂 零件散落一地 警銷人員貨爆後立刻到場 事發在28號中午12點 陳信男子開跑車經過滑江橋下 疑似轉彎角度問題 不慎打滑自撞分隔鐵柱 油門稍微踩深一點 瞬間扭力一出來的時候 他就有可能造成他輪胎打滑 是去抓地力 他就可能比較 比較容易可能撞上其他的物品這樣子 障礙物 這輛海神超跑新車價高達500萬 0到100公里加速只需要5.5秒 不過人人愛的跑車事故卻頻頻發生 路邊突然冒出熊熊火光 26號晚上一輛海神自燃 點亮台北中山區的街頭 前後不到10分鐘的時間 這輛海神已經燒成一團火球 28號在台南永康 一輛海神也冒煙燃燒 瞬間變成一團廢鐵 來看看近期超跑事故 台北南京東路二段 駕駛及時逃出 無人受傷 台南永康海神駕駛也緊急路邊停車 其他三名乘客也下車逃命 而新北滑江橋自撞意外 駕駛右手擦挫傷 短短三天就發生三起事故 跑車總代理也聲明 兩輛自然跑車疑似水貨車 可能沒有妥善的保養與維護 只不過短短三天 海神燒了兩台撞壞一輛 意外掀起討論 記者江宇文林鈺 台北報導